这个聚集的部分把它录制下来之后最后多一个按钮 按钮按下去之后的话可以输入我们要计算的存款金额 按下确定之后这个金额它会 这个是Input Box 它会把这个结果传到这个Range Range的话是一个范围 把它传到这边做一个修改 修改之后的话就是做之后的动作 包含把游标放在B4的储存格之后 然后做个公式之后做填满向下向右 那最后回到B4按确定 那多一个清除 那除了说用录制聚集之外 我这边还要介绍一个所谓的那个VBA 那VBA的跟聚集有什么差别呢? 聚集是你把动作录制下来 它会自动帮你产生那个程式 那VBA的话呢它不是用录制的 是我们自己撰写出来的 那只是说要怎么样 可以撰写出我们要的结果 那这个部分的话当然就是说 你可以慢慢累积那个录制聚集的经验 比如说里面哪一行程式该怎么样撰写 在那个开发人员里面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聚集 那我们录制之后的话呢 会在这边产生一个计算利率 你可以按编辑 编辑之后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上方就是一个注解 下方就是一个程式 那这个程式部分的话 你可以慢慢把它累积 累积多了之后呢 你可以慢慢去简单修改 修改之后慢慢知道说 哪些程式做什么用途呢? 你可以再把它这个集中起来之后呢 它就是一个VBA的程式 那这边我举一个例子 让大家知道 比如说第一个呢 我的需求是这样 我要怎么样建立一个VBA呢? 第一个特别注意就是说呢 VBA的撰写方式 它不像说聚集录制完之后 自动会帮你产生一个SUB 那我必须要自己去撰写 那撰写的方法 比如说我今天要做一个VBA 那名称的话呢 就叫计算利率2好了 那方法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ENTERSUB 后面按一个ENTER 按个ENTER之后的话呢 再来喔 直接你给它一个名称 这个部分要自己打上去 SUB开头 空一格 SUB空格 空格之后的话 后面呢 名称我想我们就叫做计算利率2 这个计算利率2 把上面的COPY下来 然后按个空白 记得一定要空白贴上 把这个改成2好了 那移到最后之后呢 你按一个ENTER ENTER之后呢 如果你看到上面这一条线 表示你建立是正确的 通常有些同学是忘了空白 忘了刮符 如果你按ENTER之后 它自动会帮你产生什么呢 ENTERSUB 跟一条线 那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建立 这一个我们自行撰写的VBA 的第一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 那再来喔 我们要怎么样去 去做 比如说我今天 不用录制聚集的方法 我没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产生我要的结果 那这里的话呢 我就要慢慢去分析 到底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呢 我们要把资料呢 填上去 把结果填到这个格子里面去 那这个格子呢 在ESER里面呢 它怎么去定义它 特别是就是说 有几个方法 第一个我们 我们撰写完之后的话呢 这边请你按一个TAB 换到下一阶好了 换到下一阶 那我要表现 这个储存格的方法有两种 一个叫做Range Range Range 刮壶 然后呢给它一个双引号 那个叫什么呢 B4 B4的位置 好 那后面等于什么呢 等于 你可以给它一个等于什么 什么资料 比如说后面的 你塞一个给它123 如果你执行 执行它的话呢 这边有一个 有没有 一个播放的一个 这就是一个执行 如果你执行下去的话呢 会怎么样呢 它会把123 传给前面 123 我们来看 有没有 传过来了 那同样的 当然你也可以怎么样呢 在这里 加上一个什么呢 加上一个所谓的公式 或者是什么呢 或者是一个 这个 这个 一个 一个资料也可以的 那除了用Range 表示之外 第二种方式 这个我把它 第二种方式 叫Sales S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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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初中格的意思 那表现的方法 有什么不同呢 刮胡 好 刮胡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它会显示一些提示 让你知道的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Row Index Row Index 就是说呢 你要在第几列 所以它是先列 那如果我今天针对 下面这个初中格 去输入资料好了 那我就给它第五列 痘点 后面它会出现 Column Index 那Column Index 那Column Index 就是第几栏的意思 那我这边的话 A B 那就第二栏 刮胡 后面如果说 我要等于什么呢 假设我也是要填写一个资料 叫做四五六好了 那如果我今天按执行的话呢 它会怎么样呢 它会把这个结果 怎么样呢 传送到 这个儲存格里面 那 也就是说呢 我将来 我希望把资料填到哪个儲存格呢 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利用Range 一个是用Sales 那这两者有什么差别呢 特别注意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是用一个什么呢 一个儲存格的名称 那这个是用什么呢 这个是用儲存格的坐标 坐标 那两者呢 有什么样的 这个使用上面 有什么样的差异点呢 其实 如果你是比较单纯的 只是指向某一个儲存格 或者某一个范围的话 用Range 那如果说今天呢 你是要让它 利用 有点像那个 程式里面有所谓的回圈 让它快速解决你某一个范围的资料的话呢 那就要用下面这个Sales 我想这里你们先试着 建立 你们先试着建立一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副程式 计算利率2 好了 那也试着呢 了解一下Range跟Sales 这个之间的差异点 那等一下呢 我们就是要教各位怎么样 去利用VBA 来产生我们要的这个定存的结果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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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